有一个问题,在你来之前,这期间给你做个约定 当你赚五千块钱的时候,你要给我交六百块钱 当你赚了一万块钱的时候,你要给我一千块钱 当你赚了两万块钱的时候,你要给我一家 先说你的逻辑,最开始想到的逻辑 是为了给你分摊一些开销 这是最开始想到的,然后是为了鞭策我 挣更多的钱 我刚想了好长时间了,按照我这个脑子我估计是想不到了 为什么你觉得第一个理由我会好些 分担我的会友,你为什么会有费我好些 即使我每个月收入都在两万块钱以上 其实一年下来也就给你交两万多块钱 对你来说也不是很多 对,这算一个理由 所以这个理由肯定是不大肯定的 如果我这么用心地培养你 你的投入产出比其实不是很高 然后排除第二个,就是鼓励我挣更多的钱 这肯定我觉得是有这个道理的 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有一个次要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同时判断一个人出门,他什么是主要原因呢 出门肯定是有事情做 对,但是呢,所有的主要原因里面哪一个是最主要的 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所以呢,你说你说这个可以构成一个制药的因素 但制药的因素呢,永远踩在后面 你说分担不会用,也可能成立 为什么呢?它也属于制药的因素 对吧,但是到底是有什么样一个逻辑 加到了这两者的因素 怎么说呢?我需要组织一下语言 有了这个约定,我就能够更安心地过来了 有两个字也是对的 但是结果是不对的 如果你说,你来吧,一切花销我承担 不用你交房租,不用你交水电 吃喝我都管,我不敢来了 我这人说这样的承担是担口就来的 所以呢,你这个也不对 你要是看我朋友先多了,或者了解我的人多了 我这个人是不大以钱财为面的 所以呢,你这个理由是够不住的 而且我也不在乎下谎你啊 你来或者不来,我都根本不是特别在乎你来或者不来 对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你,我怎么知道你来了是变成我的灾心 还是变成我的福星呢 我说你他妈以后出点事 我建议他家找一个陌生人进来 结果是个骗子杀人犯了 这很难讲,对吧 对 你年轻力量比我年轻二十岁 然后呢,我所有经济状况你都知道 后来你拿我所有钱都缠了 我能怎么办呢 对吧 对 对 所以呢,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对,不成立的 对 你刚才的这个答案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字眼是对的 安心 约定 约定 对 从约定这个角度去想 为什么我要定下这个约定 理由在哪里 你现在想了很多理由都从你角度去看了 对吧 你在想这个事情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约定的 你会看我是否诚实 完全有可能这两万我给你谎报 我说挣了一万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嗯 所以呢,这里面带有测试功能 嗯 但是也算是一个次要的原因 如果说这个约定是我特意设计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考虑到一年之后的情况 那为什么我在一年之前就要设计 这份约定 你这些都可以当成次要的原因来 目前呢,你给了我四五个理由 但都不是最主要的 按照你以前的人生逻辑它都是对的 就是说你但凡从任何一个逻辑出发 都可以解决你人生之前的困惑 对吧 就是说同样问题 你只要以前按照其中的一个方向去出发 嗯 你就认为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啊 但是现在在我面前已经发现 突然不是这样 肯定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嗯 还在地位很接近了 你现在在回溯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首先 这是个约定,对吧 对 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企业,对吧 对 比如说我们正常可以换成别的方式 嗯 比如同样约定 我可以约定什么呢 嗯 比如说很简单 我看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的 我直接要房租 嗯 这不更简单吗 嗯 为什么还要被疼 是你赚了6000,我才能拿到600 嗯 赚了1万,我拿1000 赚了2万,我拿2000 为什么 嗯,因为如果我就是 嗯,挣的不多 然后你给我要的多了 但是,所以 我没有挣那么多钱 然后你 然后那个费用你还给我要的很多 嗯,对于我来说 肯定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 假如说,按照你的观察 王文一应该说真成的来好 嗯,我这么大的房子 400平米的房子给你住 你一个月给我 那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吗 所有疑惑都解决了吗 为什么会设计出这种约定 嗯,按照你现在的解释 那是什么因素造成王文一样 做出这个约定 所有的约定总有一个设计思路吧 还想看这个约定的设计思路 基于哪方面 就比如现在你反过来吧 你去设计去接待一个陌生人来 嗯,然后你设计的这份契约 你是怎么想 去模拟一下,模拟这个过程 我也会像你一样做 嗯,为什么 但是你说出来肯定又是一个次要的理由 对,可能对你来说是次要的 但是对我来说也许是主要的 嗯,但是问题还是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份契约设计的如此古怪 你没发现吗 没有很古怪我觉得 嗯,那是因为你现在被我提醒了 一步一步的发生逻辑了 嗯,其实你已经给我四个不同的答案了 你没发现了 嗯,其实这些答案之间都是冲突的 你这四个方向都是冲突的 你直接再对许一下 因为分担费用跟培养你肯定是冲突的 如果是分担费用那肯定就越多越好嘛 我房子出多少钱你就分担费用不就解决了吗 嗯,对吧 嗯,对 但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一个 嗯,分担费用肯定是不对的 嗯,对吧 对,各自挣各自的钱 只一人一半都解决了吗 对,还是要水电啊 什么全部一半 是的,用的全部一半 对,对吧 为什么不是这样子 我既然是作为师傅来教你的 我可以承担一点不承担 全部你承担 你是来拜执协议去的 对 对吧 因为你需要有个人陪 所以每个企业总是有重点 嗯,你想让我坚持下来 你就可以构成一个次要 对,我觉得这个 哎呀,我 其实我刚还在心里想了 要不要说呢 我估计说出来也是个次要的 嗯,结果说出来还真是个次要的 其实你在谈话过程之后 曾经有一次无限接近过 但是有你放弃了 所以呢 我也不提醒 但是你能重新再构陷思路 无限接近 无限接近 很接近嘛 但是还不够精确 感觉这种 这种餐厅的效果怎么样 太好玩了 对,我 很特别锻炼脑子 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笨的人 每天让我这样菜菜迷 我觉得挺好的 你如果脑子就灵光了 那你要是因为在生活中 不要找到一个次要的理由 就放弃了 因为你经常找到一个次要的理由 我来替代整个世界的逻辑 新增为解决 然后就换过了 企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要执行啊 然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都不能反悔 也算是 其实就是对两个人的舒服 对我对个舒服 对你也对个舒服 对吧 对 然后就是非常 对我产生什么舒服 对你产生什么舒服 对你产生什么舒服 对你的话 你会更用心的教我 我就可以挣更多钱 可以回报更多 这个又回到我刚刚那个次要的 那对你产生什么舒服了 这个约定对你产生什么舒服 好像没有舒服 我至少要亲眼看到你做到2万块钱那一天吧 嗯对 不然这个约定不是落空了吗 你到目前为止 你看见师傅跟所有人的约定 不管是房租还是这个方面 有一件事落空的吗 我会容忍一件事情落空吗 哪怕是搬家那件事情落空 我都很生气觉得很失败 对 那我为什么要约定一个住地 失败的约定了 那就没意义了 我都说这约定对我有舒服 嗯 有什么舒服 就是你会亲眼看到我赚到2万那一天 算是一个责任 对 对 对你也有舒服 也是个目标 也是个动力 对 是双向的 对吧 企业是双向的 所有企业都是双向的 因此理解了企业的一方面 看起来好像把这个东西看成是我对你的要求 你发现吗 嗯 你从头到尾所有的问题都在 你回答什么问题呢 回答我的都是 我将要给王位多少钱 而不是王位将要对你付什么样的事 契约是双向的 是要两个人共同执行才能完成的 对 然后你总是在想着什么呢 我帮王位分开了多少钱 我帮王位赚了多少钱 对对对 刚刚我确实 刚刚 但是你就没想到 王位会不会永远收不到这笔钱呢 你要是一个月没赚到6000块钱 我是不是我一分便宜 或者什么都做不到 是吧 嗯 你要是每个月 而且这个这个账目还在讨厌什么呢 我们各自的执行的力度 第一 我要不要很用心的抗扬你 就只有我很用心的抗扬你 你才有可能达到2万 对吧 嗯 如果我稍微松懈一点 不像今天这么认真 那你可能达不到 对吧 对 你看我每天小事应该执行你 哪天做错了 对吧 只有不 不断的执行你 你才会扭转你以前25年以来 培养的所有的错误的逻辑 对 用正确的逻辑去处理它 哪怕我天天跟着你 到最后还是每天再犯错了 到目前为止 每接接一个人 你就没有一次对过 你哪怕对过一次让我开心一下也行 你怎么能够错误的这么 这么让我绝望了你 有时候我都想笑 因为你看吧 就他们有限的就这么五六个人嘛 你每个人都能患错 我也是服啊知道 对吧 而且你还不记得患错 说要不要你才挺难的 是挺难的 就是说 在烂的考生就算蒙着 去做考题也能做对题啊 舞题也能做对题啊 他妈五道题 你见了五个人了嘛 每个都是错的 我他 你把他蒙对也行 那我开心一下也行 结果 每道都是错的 就证明你之前25年啊 有多么霸道 这种惯性依旧存在 对吧 嗯 你生活中的惯性都一直存在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对 然后你现在能接受 师父给你的这个最后答案吗 付出变成主要的原因 会 你去再想想看 是不是能够排除你所有的 到目前为止 发明的种种理由 你自己看 看看我说的这个 能不能压倒你所有排除 到所有东西 嗯 那这个业定里 其实最讨厌你的 是什么 我的执行力 不是 在想 其实你已经回答过一次了 但是你别这个不是重点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其实最讨厌你的一个品质 看看 亲和力 其实你回答过一次了 而且回答的很棒 但是呢 现在马上就忘了 然后我还能再折磨你一次 哈哈哈 太开心了 那想想 这个夜地里面 其实最讨厌你的是什么 执行力能排在第二位 热情 不对 对 执行力决定了 你能不能达成目标 对吧 能不能达成2万 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 这是你达到目标了 你如果执行力达到了 那么我这边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 证明你把我给交出来了 嗯 这算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已经履行了我的义务 你进行你也顺利等 拿到2万块钱了 嗯 接下来呢 你应该做什么 接下来我肯定要交房租啊 嘿嘿嘿 对啊 那你这2万就应该交2千对吧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但是这个2万怎么来的呢 这个这个2万是通过你教我 嗯 这是这是没错 这是你教我呀 是啊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 是我正来的 也是你正来的 嗯 那实际上在想想看 嗯 就是你这赚了2万 不赚2万 实际上我是不知道的 对你是不知道的 只有你知道 对 嗯 这时候考虑了什么 诚实 对啊 是不是 嗯 最重要是不是 对我来讲 对 你通过你的执行力 你确认了 就是诚实 如果 你是1万8的时候 然后 2千吗 对 愿意 因为这个账目呢 我是不知道的 对吗 只能是说 你口中报价 你赚了1万 你给我1千 对吧 但是你可以说 我这个月只赚了8千呢 给我9千呢 你就可以不给 你就可以交600 嗯 对吧 或者说 你现在后来 赚了1万8 你可以选择交1千 你可以选择交2千 那你会选择买分 这又过成一个问题了 按照约定你是没错的 按照约定 就是1万9千9万99 我都可以交1千 对 没错吧 对 但实际上你心里 又会感觉到 这个是不是有点怪呢 很接近2万 因为你已经 每个月就赚1万了 对吧 很接近了 9千9万99 就是没达到1万 这时候 好像按照约定 给完为600 也很远 对吧 我没违规 对吧 但是是不是 情感上又总结 哪里不对 会的 对吧 我会直接 直接给1千 干嘛 让自己心里面怪怪的 这种感觉很不好 然后 现在又来一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 按照约定是2万 你要给我2千 对吧 那假如说 你现在赚到1万8了 你会给我2千吗 我会 那我们再降一点 1万7 1万6 1万5 1万4 1万2 1万1 那个叫什么特什么修 什么私的船 是吧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师傅 现在就是问你 就很好玩 在这里 实际操作 我是不玩的 实际操作 因为我也 因为实际上你说 你赚多少钱 我就不知道了 你到底告诉我多少 你告诉我也没用 你回头 你就是说 你赚1万8了 然后过来告诉我 所以我赚1万8了 但是 我还是给你2千吧 你这么说 我也没办法 知道吧 或者说 你直接跟我说 我直接赚2万 我赚2千 刚好 也没事 但是 这个线到底在哪里呢 我觉得 我觉得 滑在1千斤吗 嗯 滑在1千6吗 滑在1千5啊 你再想想看 你到底滑在哪里 最终会滑在哪里 我觉得 为了避免这个哲学性的问题 我应该每个月 挣2万以上 不是 不是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条线 你自己认为 嗯 我现在是问你 不是问我 你这条线滑在哪里 滑在哪里 你才觉得最舒服 比如说 1万8了 可能也不舒服了 不给我2千 你不舒服了 对吧 那1万7 你是不是觉得 给我1千 就算你了 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 你可能会降到1万6 不是 我现在问你 就是到底是哪条线 因为这1千跟2千是差一倍的 嗯 对吧 只要你松一松口 嗯 它就是2千 对吧 对 然后摇摇摇 它就是1千 这是很好玩的东西吗 太好了 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咋就没想到呢 你自己评估一下 你自己到哪里 或者说最高到哪个价位 你依旧会给我1千 我觉得四舍无入 在哪 因为这个哲学问题 我真的回答不上来 如果让我实际 就是实际操作中 我觉得可能会四舍无入 就是1万5以上 我可能就会给2千了 哈哈哈 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嗯 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嗯 以前你从来没想过这问题吧 是不是每个问题 一直分析下面 你应该妙性成这样 嗯 对吧 然后你今天从这节课里面 从这个契约里面去到什么 你看我们谈的一定应该是理性的 嗯 但是后来我们的自己执行的过程中 是不是发现 哎 1万8我也要12万了 1万7我也要12万 为什么 他已经很接近2万了 其实 是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 很接近2万 如果我 还是给你1千的话 就还是按照1万的标准给 那我就会觉得 心里面可能会有点过意不去 我刚刚后面这个东西呢 1万8给我来了 人情 嗯 知道吗 事故 嗯 其实是充足的 嗯 事故就是这个世界 自古人还规矩 对吧 嗯 叫做事故 这个世界 然后存在 我们的约定叫什么呢 然后人类 一有人类 两个人互相约定 都有约定 都有规矩 按照规矩 只有达到2万 你能够2千 对 但如果这样就觉得太 好像缺乏感情 是吧 没有感情情成本在里面 自己本人都觉得万人富裕 对 对吧 人类本人觉得 我一个月赚那么多 我只给我师傅 他拼命那么辛苦教我 但是仅仅因为差了 一两千块钱 我就不给师傅两天了 或者瞒报了 就为了多赞一块钱 发现利润 我忙报了 这个好像没有违反事故啊 没有违反约定啊 但是为什么 你还是不能接受呢 因为里面有人情 对吧 所以所有的争议 说白了 人情在事故之前 虽然整个世界有约定了 但是永远要第一步考虑 就是人情 知道吧 人情形得通了 事故会变通 规矩会变 嗯 就是说你人情到了 规矩是更变的 有了人情 有时候规矩也不重要了 这里面也启极于 我们师傅的情慧 如果我们未来感情 越来越深 那么呢 你可能就会 一万八 你给我两千 对吧 但是 如果一年之后 你虽然赚了两万 但是天天的感觉 被我羞辱 被我看不起 被我鄙视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会觉得 哎呀 算了 反正也没到那个 约定 也没预备我们的承诺 是吧 甚至有时候 你即使过了两万 你都觉得事物对我不好 是吧 我凭什么给他两千呢 我就告诉他 我这个月只赚一万五 我给他一千成了 是吧 我没做到什么 他就对我不好 他虐待我 是不是也可以成立呢 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 这些事情 永远要记住 真实 如果是在法力的世界里面 法力的世界里面 约定 是大于人情的 或者说事故 大于人情 对吧 但是 如果你情感的逻辑来看 与人的交往来看 那肯定比人情大于自己 用感性的逻辑来看 至于你要选择 什么样逻辑生亡 那就是另外一条 是不是没有一条 好了 这一课结束了 挂了